三名大陆警察大白天在市区街道上 举着上膛的枪支朝着一个方向呵斥 过程中还不断找掩蔽物 如临大敌 直到枪声大作后 一旁民众走上前 想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 结果看到中枪死亡的是一只德国牧羊犬 重庆警察当街连开八枪 击毙牧羊犬的做法引起争议 有大陆网友认为 开第一枪时 狗已经受伤倒地哀嚎 再捕枪打死太过狠心 这起事件过后 影片在网路不断转发 许多不满警方做法的民众 到现场送花悼念死去的德国牧羊犬 还有网友说 死掉的狗叫壮壮 是只退役的警犬 似乎是为了找主人才会走丢 在大陆 警察开枪击毙狗引发争议的事件 也被翻出来检视 狗大 狗太大 安徽一只黄金猎犬 乖乖站在原地 但警察拿着步枪 毫不留情射杀 原因是 他的主人报警 被狗咬伤 画面曝光后 大批网友痛斥 就算狗失控咬人 难道不能先打麻醉针吗 开枪击毙 实在很不尊重生命 大陆对于动物馆里 平传争议 北京通州 甚至有社区曾规定 高度超过35公分的大行犬 要在三天内处理掉 否则将会把狗带走 自主还要罚款 TVBS新闻综合报导